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8日 已經是星期一 這個突發性的新聞 其實中午下午已經發生了 林作 陳怡被捕 因為這個涉及 JPES加密貨幣的詐騙案 警方宣布罪案調查科 已經拘捕林作 其實在今天的上午 就去 抄襲他的 在中環的辦公室 娛樂行用26萬月租 警方在這個 娛樂行將林作押戒上警車 去中區警署 也檢獲幾箱的證物 包括大搭現金 其實你做加密貨幣 怎麼大搭現金呢 像是詐騙集團那樣 這個現金 我就這樣估算 應該是20萬 鬆一點 只要看一眼看 估計約20萬左右 不夠20萬 如果他再大搭一點 可能是40萬 總之是這個數字 因為他有 3.1000元 有100元 有500元 林作曾經 主動 去報警 被安 當然大家也知道 很多時候 拆喊觸拆這個時候是甚麼意思 26萬租的地方 不是可以殺豬盤是做甚麼呢 是不是 加密貨幣 如果你自己炒 你不用開檔的嘛 當然不是自己炒 又不是叫你炒 怎麼會讓你有信心呢 當然是租一個很 漂亮的地方 告訴你 我大把水 我們實力很雄厚 大家也知道 他實力很雄厚的 就是他媽媽 應該有 一億身家 鬆一點 有一億身家的話 你相信他幾千萬 進錢下去幾千萬 結果他有勇收 收了七十幾萬勇 一次過收了 七十幾萬勇之後 現在就出事了 除了林作之外 另外一個 專門宣傳KOL開檔 賺大錢的 還有陳怡 陳怡 原名陳凱怡 經營一個加密貨幣找換店 其實 這類的找換店 大家都知道 做加密貨幣是甚麼開店的 所有東西可以在網上搞的嘛 開店的目的當然是要吸金啦 今天早上 商業罪案調查科 亦 位於 尖沙咀永安廣的辦事處 將他拘捕 消息就說 警方是爆門移入的 因為他當時 有人拒絕開門 警方 打爛他的玻璃 衝進去 現在職員就在 現場有管理員 圍封 把這個版本圍封了 陳怡 我昨天也看到有人在討論 他就說 大力的 抨擊香港 金融監管機構 說這些是有黃絲 蟑螂在 他們 打擊這些加密貨幣 死了 這件事就變成了黃藍之爭 黃藍衝突 為甚麼 因為他們自許是支持政府的藍絲 林作 莊斯敏 東記等等 陳怡一直以來 以支持政府 打死蟑螂為榮 結果 他們以為得到政府的加許 得到政府的permit 所以有恥無恐 就開始搞起詐騙上來了 翻查資料 陳怡在2021年 尖沙咀開了第一家加密貨幣找碗店 CYOTC 然後擴張生意 去年3月 在元朗 樓高兩層的地鋪 開了一個地鋪 賺了很多錢 自從被證監會點名警告之後 他就在 社交平台對證監會厚株不罰 拋轟政府 沒有立假新聞法 否則可以看到證監會全體職員一起入獄 現在看看誰入獄 原來實際上你們需要全體入獄 證監會怎麼屈你們呢 影片裏面也加粗口批評政府對JPES 一味靠屈 那麼究竟你們是支持政府還是反政府呢 你們做的事 原來 是反政府行為來的 一個 你想想想 做加密貨幣 要不要大量的現金 玩得加密貨幣 主要是做甚麼的 主要是因為想去中心化 不想信不過港幣 信不過現金 好了 竟然玩加密貨幣 有那麼多現金 這些現金是我們做甚麼的呢 當然 這些現金當然是吸金吸回來的 我們跟大家分析過 任何東西要了解那個可能性 合理性 以及那個 來源性 加密貨幣 錢 從何 而賺呢 當然這些人肯定都是 同火來的 這件事其實牽涉到很大了 因為目前警方已經接過過過千人報案 而立法會議員表示 接獲30個投資者求助 合共洩款高達1億元 其實 估計是不止的 因為這盤生意搞得那麼大 一定有好接到的人 以及事 現在頭面那幾個 大家覺得很高調的那些 基本上也有事了 另一個也是好像深度參與的莊思敏 他就說 現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也是受害者 因為現在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我不方便說太多 會留意他們公佈的事情 記者問 會不會覺得被人騙了 他覺得投資始終有風險的 他希望 不是全心騙了 希望中間有些誤會 他是不知道的 記者問 會不會拿不回錢 他說現在也是交給警方處理 以及證監進行調查 也不方便發表意見 他希望調查之後有個交代 他是不是屬於純粹是苦主呢 還是他有份去 參與 這個推廣呢 因為 很多藝人有份推廣 包括張志琳 包括肥媽等等 他說 他投資了六位數 好 因為不是直接跟JPEX有任何合作 在他的立場 他只是一個平台 好像不同的股票行一樣 他曾經 經一個找換店去認識JPEG 不知道是陳怡還是林作 這件事 我跟大家說過 奉在這類東西 大家不認識的就不要亂來 尤其是標榜高回報那些 因為高回報的一定是有問題的 例如澳門當年 澳門人很多大量在澳門那裏 投資到賭場 借錢給賭場 因為原來擺錢在賭場是有利息收的 而且利息還很高 比銀行高很多 所以吸引了 數以十億計的錢 結果 有一個賭場被人虧了70億 一個人拿了70億走 你想想多少人受害 由於澳門人會覺得 賭場是24小時開 做一個銀行 星期日 晚上12點 還可以拿錢 所以他們覺得 放錢在銀行有的事 放錢在賭場是有的事 澳門當然會出事 這類東西也會出事 越是方便 越是高回報的東西 風險就越大 因為你完全估計不到 這次的加密貨幣這個商 叫JPEX 其實在香港是沒有牌的 這類型的公司 大家如果真的認真玩加密貨幣 其實主要現在出事的是平台 因為 平台 不只是做平台 大部分都不敢於做平台 他們 一累積到差不多客戶的時候 他們就有機會出現一些問題 例如 納石走 每個人在那裏 中間交易收多少錢 不是收很多錢 他們可能就是打算把最後一局 標美會 你投資 100萬下來 我也可能賺不到你5千元 如果真的純粹交易 收手續費很少 當很多人入錢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掛線 掛電掣 之後就消失 你找不到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逢是加密貨幣的東西 沒有實物 你又拿不到 突然間 好像 其實大陸一樣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 你的銀行戶口 按一個按鈕 你可以清零 從來沒有顯示過 你有戶口存在過 你有甚麼證據你入過錢呢 沒有證據的呀 沒有你的戶口 好像我那次 跟阿全 匯豐在倫敦總行那裏 質問他們 為甚麼人家的戶口突然沒有了 沒有東西回答 我們的電腦顯示不了你有戶口 有實物結單 我有證據會有卡 找不到你的資料呀 口同鼻咬 加密貨幣 你找到店舖嗎 有呀 現在就有店舖 林作的就開了店舖 你就找他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那些苦主 找不到人 當然是你們負責的啦 你們不負責 接下來 其實我覺得就算警方 當然啦 這次我認為警方 一定是會 開行馬力去做他們 因為 大家有沒有發覺香港現在的環境很惡劣 整個氣氛很差 包括藍絲也不斷批評政府 他們要找人制旗 現在制旗的除了藍絲還有甚麼 黃絲也被抓了 現在制旗的全部都是藍絲 藍絲是不是不能制旗呢 支持政府大了 每個人都支持的啦 留得回香港的 有誰不支持政府呢 所以 現在的情況 就是找你們制旗最好 現在外面 民情這麼弱 每個人罵政府 今天搞一個夜賓州 又弄一隻白絲 出殯 喪屍 每樣用東西都指向政府 罵得政府一動都沒有 政府要做一些有為的事 找你們制旗 借你們人頭一樣 配回你三五七年 嚴重詐騙 每人都坐回三五七年監 這樣 政府才覺得可以平息民憤 這次肯定是重判的 因為 我覺得 不可能 輕判的了 又希望爭取一些國際的信譽 你看我們還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 香港 倫敦金在這裏橫行了幾十年都沒有動過啦 除非手法太過份那些 大佬全部都抓不到 還在山頂豪宅響 還在山頂豪宅 還在山頂豪宅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橫行了 希望大家 任何東西小心謹慎 現在錢難找 花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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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要想過度過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橫行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樂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